大家好 我是九哥 今天星期天了 在广州星期天能干嘛 今天就带大家去挂挂这个广州的一个先青桨 是怎么样子的 这里就是天河公园西门 我现在来到天河公园西门这边了 在这边好多这些家庭亲自游的 今天星期一天 休息天呢 我看到前面那个先青桨那边 有没有人呢 我过去看一下 这里有一些桃花已经开了 还是蛮漂亮的 前面就是先青桨的这个地方了 看到这里有好多一些大妈大爷 他们围在一起聊天 会围在前面 应该是在谈先青的事情吧 我要走过去看看什么情况下 今天现在已经是十一二点了 就过来的话有点晚 但现在这个点这里还有很多人 我这一堆几个大爷还有两个年轻的妹子在这里 不知道聊什么 看一下 我在找对象 看资料 这位大叔给他找对象 所有资料都在这里 一个是男的一个女的 这边的资料是男的 还可以免费进全 上面都有地方啊 工作呀 还有有房有车这信息 还有一些择额标准 上面都有写 这个资料呢 是有这个盖章的 就是手指盖章 就是资料一定是真实的 有没水分我就不清楚了 看一下这条件好到广州本地的 这边还有 刚刚又有相关的工作人员 又摆在这边了 这里有好多一些人在这里看资料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来找对象的 有一些小学生啊 还有一些大妈呀 都在这里看 我也来看了一下 看看前面摆的是男性还是女性的 哦 哦 这里摆的是女性的 左边 左边呢 是男的 右边是女的 是分开的 这里还有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 填资料的 就扎进去里面 这个应该有个相关的部门去核实 你的资料才可以放到这里来的 这里也有一堆 他们也是在找对象的 要如果是个位置 你那有一个帅 很刺激 他们都不要有充满 Spoiler 你илли 看这里有一堆人在这里看资料 这边的话是女性的资料 比较多人看 刚才我就到前面去走了一圈这个乡亲脚那里嘛 现在呢我总结一下这情况是这样子的 这个乡亲脚开放呢 就是每个星期六星期天 他们那边举办 很多都是一些大妈大爷在那里 拿着他们儿子征婚的一些资料 在那里找对象 基本上都是一些本地的 就是广州本地的 我看到比较多的是广州本地的 还有些广西的 湖南湖北的 但是这些大妈大爷在那里 那些基本上都是本地的 这些资的标准呢 我看了像男士的啊 男士的话很多都是本科博士研究生非常的多 而且在广州有房有车 我觉得都是非常优秀 月薪是在2到3万以上的 年龄是在 年龄是80后的 有一些是在91、92、93的也有 96的也有 其实我挺好奇的 就是像这些 条件这么优秀的一些男的 他怎么会找不到女朋友呢 有房又有车 身高也还蛮不错的 又有学历 而且还是广州本地的 然后我也看了像女方的那边 因为她这个是男女分开两边放的 那些把资料摆在地上 女的话也是有很多广州本地的 还有一些广西的 都是一样的 条件也还是蛮不错的 如果说你在现场有卡上的话 你可以把它的资料拍下来 然后加个微信什么的 因为资料上面都有他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还可以进群 就是这个仙亲群里面 里面都是免费 如果你是真的想找微信的话 这些信息一定要深度去了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拜拜